中国男足不敌叙利亚 李皮辞职回应不喜欢挣太多不应得的钱 今年国足在十一赛亚洲区40强赛国足与叙利亚进行了四轮比赛 第18分中叙利亚领先得分 经过不懈努力在第29分中国队一至一扳平 后因张林鹏进区内解为师巫一脚踢进了自家的球门 最终国足一比二不敌叙利亚 对于本次中国男足敌不过叙利亚一是不少知名人士 蜡苹果族 局作很多人问我叙利亚不是在打仗吗 问那输给叙利亚呢 中国男足表现差强人意 令球迷们倍感失望 表示深切歉意 而作为国足主教练的李皮毫无征兆地宣布辞职 引起球迷们轩然大波 在辞职没多久李皮接受意大利知名记者的采访 问其辞职原因李皮答 当我相信不再有热情 欲望和信任这些继续合作的自然条件时 我不喜欢赚太多自己不应得的钱 希望中国男足在重组过后能在球场上发挥得更好 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